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雄文化中心的商圈 临近捷运站 高师大 富有广大的绿地 市民不管是想要看表演 小气散步 都是优质的好去处 特别是有许多舒适餐厅 也在周边淋漓 有老店的味道 还有创新的新面貌 享用美味的绿色餐点 踏足绿地边缘 敬享美好的午后 秋冬时节 冬季礼座正忙 其中敏豆全台最大宗就在美农 攻占台湾敏豆市场的半壁江山 今天我的蔬食菜单要示范的料理 是将黄金绿竹笋 简单蒸烤过的美味料理 焗烤鲜笋 高雄文化中心的周边 是优质的住宅区的代名词 在这一带散步 就能够轻易地找到蔬食的餐饮 虽然商住活动近年来 有往北高雄发展的趋势 但是这个文教商圈 并没有被淡忘 十多年的素食餐饮店屹立不遥 而新型态的蔬食料理店 也选在这里推陈住行 既往的高雄人的观念里 文化中心的周边 是一个生活水准 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选在这边 第一个是能够提供给 这边的居民们 还有高四大的学生 还有一些游客人来这边的时候 同时享用这些蔬食 行政中心迁移到高雄丽雅区 文教商圈 车潮 人潮 袭来攘往 但推广蔬食 仍需要铁天来客 苦心经营 这边是比较早的一个开发环境 所以说它的那个道路比较狭窄 所以没有足够的停车位 我们曾经有客人是 他从外国回来 然后要带他妈妈吃蔬食 他就开始Google高雄 然后他们是从台南过来的 就觉得说他们你们大老远来 然后给我们这个一个机会 服务他们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荣幸 浓浓的野菜清新风格 在高雄初次崛起 而在文教商圈 选择蔬食餐饮的人潮 涵盖老中青客群 隐身在巷弄中的义式料理 无时无华的外表 靠的是顾客的口碑 网路搜寻 还有落地窗前 店长专注料理的点点滴滴 因为空间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也没有办法再变出什么 所以最有可能的方式 旁边座位 然后前面烤箱 然后刚好可以在前面那边做披萨 或是煮菜可以让过往的人 也可以知道说这间店是在干嘛 有的人他会停下来看 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不然一般的话厨房都是会藏在里面 许多经过而好奇的人 愿意停下脚步尝试看看义式风味输食 温馨小店内经常坐无虚席 刚好在高师大旁边 坐了以后发现学生比例不是那么高 大部分都是附近住在附近的人 或者是说他可能有吃过 然后介绍朋友或是网路啊 脸书啊 那这个点吃的都是集中在这一条街 那反正就是人会走来走去 那竞争本来你就是要 你本来就是要面对竞争的 我觉得这很自然 拐个弯 小校里的店家 处处都有蔬食的影子 影间窗外的景色更棒 因为以前前面是一个日式的宿舍 然后前面都是大树 不会是整个建筑物 创电十三年 最初坐拥周边美景是古谷与天静 取而代之的是高楼与车潮 走过黑暗期 以蔬食的原味 让老中亲幼的客群 渐渐走进这个邻家厨房 这边的地点算闹钟取静 因为它就是在国家中心旁边 然后搭马路旁边的一个小巷子 你走进来用餐 你会觉得说它很安静 又很舒服 就是我跟我们当初所要营造的理念是一样 它就是有家的感觉 所以我们些客人都说 来这边吃饭 好像就是回家吃饭 一家专卖蔬食汆烫的料理店 它干净明亮的像是时尚版的蔬食卤味摊 店长希望来客透过平价的蔬食 让食客得到健康 而满满的叶菜类能够轻松满足 一天五色蔬果和膳食纤维 一早从菜籠手中买到的新鲜蔬菜 开始水洗 整理叶菜 色彩丰富多样 营养价值满分 现在手上拿的这一包是红线菜 另外一种红色的蔬菜呢 大家常听到红泥卖它的叶子 其实它们也长得很像 只是说它们叶子方面 一个是原叶的 然后一个是有点像是枫叶的 一个针刺状这样子 红色的蔬菜都对女孩子很不鲜 来自友善器做的野菜 许多品项一般家庭不容易知道 它也有一些兄弟姐妹 例如红线啊 白线啊 都是跟它同科的 每天上午开店前最耗时费工的 就是梳理这多达六十多种的野菜 开幕五百多个日子以来 日复一日向小农 菜商学习蔬菜知识 陈志佳原本是理工背景的高材生 在台北吃过蔬食穿烫野菜后 想把这份鲜明的味蕾记忆 带到南部来 蔬食餐厅的一个理念跟源头 也是跟家父有关系 那家父的话他本身是医院院长 他平时就是在行医住人 他常跟我讲说 我们的健康通吃了第一口就要开始注意 所以当他的职责是在医疗人们的病痛 我想我可以为人们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吃了第一口就帮他把关 部分野菜的口感和风味 较不适合汆烫 陈志佳仍然没有预设立场 让他丰富多样的野菜架上 能自由选择健康的排列组合 外食主的话通常吃的料理 都是比较重咸重盐重油 那这样清爽的方式 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我们的身体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我们南部的亲友 目前还没有吃到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想要把它带回我们的南部 瓜果 根筋 叶菜类需要在不同时间点下锅 汆烫时间也随客人喜好客制化 以蔬果 中药 炒酱熬煮两个小时以上熬至高汤 为求健康 成分要自主比较 在忙碌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客人用餐的情况 听到他们汤匙跟碗底 香的那一声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很高兴他们喜欢我们的食材跟我们的汤头 这样的一个回馈就是我们最好的鼓励 有时候他们会去找一些 像我一般比较不常看到什么土人参啊 还有像今天发现的新菜就是红梨 真的是一般不容易看到可以知道它的用心 还有它最近也研发了一个杂浆面 它有时候都会依我们的喜好程度去调整一些新菜这样子 所以来这边会有有时候很多惊奇 更深层的意义希望大家多吃菜 然后吃完菜之后身体健康 身体上的富有就是豪野 南部人 台语说的喝氧 带给别人健康富足 咸月的经营亏损却得自己一肩扛起 曾经一位富婆婆带着她的帮佣来店里吃饭 婆婆就说你们的装潢 还有你们的服务还有菜的品质 你们卖两百多块太便宜了吧 你这样怎么矜持下去呢 然后她就说一个理念很好 但是够辅助也要够够斗 所以她希望我在这条路上继续坚持 我们的想法就是希望说 年轻的一代也可以多吃一点蔬食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那才有更多的动力来为自己 或为社会股价贡献这样 客人 你的菜好了 上菜咯 一间不特别强调素食的餐厅 就算是非蔬食者靠近也会食指大动 开放式的厨房制成公开透明 路过就可以观赏现点现做的美味披萨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 擦干你伤心的眼泪 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 因为不忍动物受害 七小都长情如素 坊间七世舒适的选择却不多 创作才子陈太祥放下音乐艺术的工作 离开美光灯回到家乡 打造了梦想中的义式料理店 我们是都完全不会 然后慢慢去摸索 然后去试 然后再去做调整 当然东西这个时间也还蛮辛苦 揉面团 擀面皮 拌住以双手的温度 迅速整形到心中圆满的披萨 在窗边甩面皮很吸睛 但料理的口味才是常客涌入的关键 把银薯就是稍微洗过 然后把它汆烫完 切片它会有一点绵绵的口感 然后节瓜的话 它就是会带一点点甜味 那如果说你的起司上去的话 会比较香一点 像我铺的话 我会在边缘的地方就留空 它等一下烤起来就会比较干 就是脆脆的这样 一般披萨的酱料较多 研发罗马白口味的披萨 反而成了店内招牌 罗马白披萨就是 它是没有酱 白披萨就是橄榄油底 就是它会比较清爽一点 不会有太多的酱料的味道在 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 然后我会再进去烤一遍 因为刚才是隔着烤盘 我现在把烤盘拿掉 直接让那个石板去加热它的底部 让它有一点焦 这样才会就是吃起来会有点焦香 红烤六分钟后 反复设断出的小诀窍 是最后15秒让美味加分 为了不吃奶蛋的朋友 陈泰祥远从加拿大 种来无奶成分的起司 蔬菜披萨多达11种口味 把饼做大 蔬食客群更广 起司拉丝拉到101去了 我之前吃那种素食的感觉 就是味道非常的淡 然后吃久会觉得很无聊 但是这一间店给我的感觉 是非常的丰富的口感 那吃起来完全不像是吃素的感觉 对 包含到我小朋友 他们也很喜欢来吃 我本身是吃很多肉 反正就是它这个披萨 其实让我 它的口感 是可以让我可以减受 而且它其实说没有加很多酱料 可是它的起司的味道 其实很浓 很浓郁 所以其实它就整个带动它 整个味道 综合菇类炒香 加入绿白花椰菜 还有小巧的豹子甘蓝 三下十字花颗蔬菜 能启动人体中的解毒酵素 这是意大利米 它的那个米芯比较易 所以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煮 以双锅分别料理炖饭 货真价实的意大利米 也有自己的料理前奏 道地的意大利炖饭略带米芯 经过咀嚼 淀粉比较不容易被吸收 血糖不像胡话的米粒般容易飙高 加入少许盐 黑松露酱 少许奶油 磨上起司 简单调味 口感已足够 因为我胃不好 可是我又喜欢吃炖饭 那它的米又不会太软 又不会太硬 它是整个熟透的 意识餐点 透过料理家的用心 小空间也有高质感 用餐的客人便有人 仿佛走进自家厨房的温暖 我刚刚有偷偷瞄一下老板娘在做饭的锅 它整个是open室的厨房 那我偷偷学 因为我刚开始吃素 大概四五天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样的餐点它花费 它食材的部分应该是蛮贵的 因为它的东西都很多 我就觉得这里用餐的气氛 真的都很好 因为空间小 所以你跟客人的互动是很直接 因为很近 所以他可能就是 看你在做什么 然后会问你 我觉得这样子的风格 跟这样的感觉会比较贴近 我原本想做 把好的意识 带入料理过程中 以善念 让餐点渐渐步上轨道 做餐点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会有一个程序 就是先感恩的程序这样 如果在瑜伽中心的厨房 老师会要求我们要先念mantra Hale Krishna Maha Mantra Hale就是快乐的能量 然后Krishna就是最有魅力 最有吸引力的那一位 Rama就是快乐的全员 所以其实mantra就是使心得到自由跟解放 就是念这个 然后让自己的心是 不是只有平静而已 就是可以是很稳定的 然后是有进化这样子 那我们再去厨房做这个餐这样子 像我是一个 比较不喜欢吃重口味的人 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很健康 味道也不会太咸 像有一些意大利面的酱汁会比较咸 所以你可能就吃不下自己口就腻了这样 我们刚开始试的时候 试做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披萨送到烤炉 然后你要把铲子拉出来 拉出来的时候 饼皮会粘在铲子上面 然后他的吉他的学生就出现了 然后他刚好又在达美乐有上过班 建议我们说可以怎么做 真的觉得我们是受到祝福的 一方有爱八方来源 夫妻俩原先都是餐厨门外汉 如今来客几乎应接不暇 美善的初心感染更多人 愿意走进舒适世界 我们来的客人其实蛮多都不是吃素 他只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吃 这样而已 其实这跟我一开始理念也接近 因为我觉得东西好不好吃 跟有没有肉其实并不是绝对的 我们开这个餐厅 主要就是鼓励大家吃素 然后也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没有肉的东西也可以很好吃 又很健康这样 文化周星周边 早期还有日式宿舍的年代 在巷弄里就炒创了一间蔬食养生房 他的餐厅和一般素食店不一样 没有再制加工品 也不煎炒不油炸 只有天然食材汆烫 再拌上橄榄油 海盐烹调 和卤制的菜色 提供来客能够吃到食物的原味 这边是毛豆跟哈密瓜 那因为现在的季节有美南瓜 所以我们会用美南瓜来代替 熟毛豆加瓜果100克 再加110克水 与少量蜂蜜搅打后 清绿色鲜果汁能补盖 消除压力 毛豆又称为滤金 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而且它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它为我们抬 因为它都外销日本 真的为我们的经济带来一个很大的效益 那像毛豆搭配哈密瓜的话 像夏天我们用这个美南瓜 冬天我们就会用哈密瓜 熟女店长的九种果汁 按照营养师调配的成分 打出黄金比例的果汁 不绿渣 保留完整纤维质 连奇异果也带皮入汁 奇异果除毛要先把它沾一点水 等一下才比较好处理 因为奇异果我们都会连皮下去挡 所以我们要先把毛整个除掉 只有所有的水果 比较的营养成分比较高的 都会是在剥皮上 奇异果 凤梨 柳荫 组成的黄色天然果汁 有助消化吸收 我们果汁是餐前喝 因为我们希望客人能够先把酵素都喝进去 那我们等下吃下去的产点 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吸收跟火化 红色综合蔬果汁 则加入欧美人式的造写上品 甜菜根 易于补血 补铁 抗氧化 老姜爆香入味 将水煮过的天备下锅卤香 搭配玉米笋 红萝卜等蔬菜 带出色香味 举着可增添不同口感 麻油天备富含素食者需要的维生素B12 将味噌轻轻拌匀 少许冰糖 再加入传统豆腐 搭配少许橄榄油 几乎都是单一调味 单一的调味料反而会凸显出蔬菜的味道 就是我把它提升 会让你觉得说 每样东西都是汆烫橄榄油 有一些东西加一点调味料 反而会让那一道食物的感觉跟味道更好 麻油香 味增 香椿 咖喱 还有梅醋 芝麻酱分别穿插其中 徐淑女设计的九宫格养生餐 每一格都有自己的独特风味 像我们的雪莲汁 我们会用咖喱 这样子也比较下饭 我不喜欢那种很复杂的烹调方式 我会感觉说一到食物里头 你是在吃原来的食物 还是在吃那一些调味料的综合品 还不错 那个很清淡 我就想说先吃吃看 然后再带我老公过来 很像说在自己家里吃 色香味看起来蛮舒服的 五族说我们有时候有 因为平常没有吃到的一些东西 想起外婆很少吃白米饭 多吃根筋类等碱性食材 徐淑女选择主食以小米粥做搭配 中医学上有助眠安神的效果 我外婆就是以吃这样子 天然的方式的食物 所以外婆在92岁走的时候 她是很安详 就是所谓的寿终正寝 就是没有任何的病痛 整个身体好像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这是所谓的大王神 儿时跟着妈妈到各地片肠素食 徐淑女带着幸福的回忆 设计原味素色的餐点 舍弃太过精致过度烹调的料理方式 吃不惯的是吃素的 因为我们的东西 我们没有再制品 而且我们没有油渣类 反而是吃荤的客人 很能接受吃到食物原来的味道 可是又不至于太清淡 自制番茄汤底 因为食物浓厚的风味底韵 无需再添加 没有非天然的塑料 依然有许多中食顾客 学习餐餐养生 十三年前我外婆那时候八十八岁 她第一次来吃我们餐点的时候 她觉得很特别 她说这就是我平常吃的东西 可是现代人外属 会想要吃这种东西吗 我说会啊 现代人欠缺的就是这种 我们希望营造出一种 很像是家庭的感觉 可以让客人在这里 很轻松地用餐 然后吃很简单的料理 然后很舒服 最主要不要让身体有一种 不舒服 台湾鸣豆的两大产区中 美农就占了上百公顷 它的年产值有一亿元 其中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 无毒鸣豆搭上养生列车 甚至不受菜价暴涨暴跌的影响 学术上原名菜豆的鸣豆 一年四季都可生产 因而俗称四季豆 含有大量铁质 却有造血补血作用 生长室温约15到25度 年平均温度23度的美农 本身就适合种植 但遇到均温超过27度的美农夏天 该怎么办呢 聪明的农民利用这段时间 饮水入田改良土质 秘方就是老农息的混泥水 美农农业专区有1400公顷 其中鸣豆近年来快速崛起 种植面积达上百公顷 随着近年来养生风潮 有农民坚持参加产销履历验证 不仅改用有机肥料 且鸣豆从开花到采收期 都不使用农药 但如此一来农民要付出 损失一半产量的代价 却能创造农药零减出记录 让民众吃到安心无毒的米豆 打小美农米豆的知名度 有别于夏天上产季 位于南投信玉香山区 美农则是全台秋冬最大的米豆产地 在市场一枝独秀 喝泉水吃优格长大的黄金绿竹笋 它在蒸熟之后会有浓浓的香气 我的蔬食菜单今天要上菜的 就是焗烤鲜笋 大家好 我是永田农家树邦 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料理 是焗烤绿竹笋 那焗烤绿竹笋它要准备的材料 有绿竹笋还有起司 首先我们将笋子洗干净之后 放入电锅里面 内锅放一碗水 外锅三碗水 等它蒸熟之后放凉之后 就可以拿出来做我们的焗烤的预备动作 把放凉的绿竹笋 先做切一半 然后再把起司铺在上头之后 进入烤箱 等到它烤到表面上都有呈现金黄色的时候 这道料理就完成了 这道料理很方便性 在家很容易操作 只要小烤箱就可以吃出像餐厅一样美好的 那个去考虑竹笋 介绍给大家 有需求就有市场 有市场就有商机 许多蔬食餐营业者 想的不只是营收 更多的是对料理的用心 养生原则和健康坚持 蔬果生活制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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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